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暗地里却裂兵莫马 壮大势 上好的羊肉 过来看看啊 来好吧 来碰肉 好 羊肉 肉 羊肉来了 上好的长海山干货 不买后悔啊 来大家 来两个 打糕啊 打糕 有香有香的打糕 来 来 来 这是打糕 打糕啊 打糕原来是这样做的啊 看起来一定很好吃 是 这个豆子 来 阿伯 来点米布 上弄的啊 来 这个豆子 您看怎么样 北方的豆子就是好啊 都是新打下来的 来 阿伯 来点吧 您看看这个米 新打的 这个即是好热闹啊 是啊 来 儿子 大肯费 手阳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怎么了 他提我呢 莫非这孩子 Brad Vermont 自然 你看一下 茶甘虎的胖子王啊 你想不像谁 又鲜又美的胖子王 茶甘虎的胖子王 还是买点吧 来 来 干干鱼 来 干干鱼 不要 跪 一个人解馋 两个人解个 值了 茶甘虎的胖子王 走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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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条 茶甘虎的大胖子 又鲜又美 随便停 来一条 不要一条 要一段 来一段 对 拿来 来 这儿怎么样 不好意思 我没带那么多钱 能不能再少一点 兄弟 这个你就不会吃了 这茶甘虎的大胖头啊 就得吃这个头 再少点 再少点 对 这儿怎么样 再少点 再少点 对 兄弟 你玩我呢吧 那行吧 你指哪儿我剁哪儿行吧 兄弟 这儿再落下去就按板了 就它了 这儿 对 好啊 来 拿着吧 我要钱了 谢谢 看 多新鲜的仪式啊 走过路过 我要坐过 余燕 你陪我来到这个蛮黄之地 让你是我活了 等过了这个严冬 就会好起来的 我会出去好好做事啊 我准把你和孩子 再受苦了 当佛供下来的 也不会让你和孩子 再受苦了 嗯 他中原人 有女娲造人 我女君 有拖崖到火 可都是 上天派来的神人哪 好啊 两年 李承梁容贝勒爷 叶马辽东五年 想不到 剑州五部 现在已经被我们统一了 我女贞 也是华夏一族 炎帝一脉 这天下 岂能只有中原人为王 什么 等我五年 我女贞 早晚会坐拥战辽东内外的 伟勒是女神最勇猛的巴兔鲁 日后辽东必是您的天下 这狼 还怕羊多吗 出十年 这大明 也必是我囊中之物 对 是 慢一点 帝华 小妹 你这鸽子好漂亮啊 这是信鸽 信鸽 它还可以送信啊 当然了 多远都能送到 这鸽子太可爱了 如果我们也有一只 就可以给家里送信了 岳想家了 没有啊 我只是觉得 它很好看 看你那么喜欢 让你抱抱它吧 好啊 小心点 好好看啊 还有人 棍子 这勇士新手不带呀 好 新手 好 新手 你给鸽子 谢谢 鸽子没事吧 没事 你没事吧 别怕 闪开 闪开 是 别闪开 找死啊你 敢动我们霍不脱将军的海东青 还你 走 站住 你先过去 这样就走了吗 走吧 给我拿下 没事 不怕 一 一 一 二 二 二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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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好伸手啊 给我上 不然这人事就真是了得呀 这太厉害了 这太厉害了 这什么事 郭将军到 霍将军 这忠愿人 都退下 将军就是个气 你没事 我当然没事了 不过你又惹麻烦了 是他们太过分了 现在我宣布 贝勒爷的手谕 二月初二 苏子河畔 举行比武大会 腾召天下武士 参与者 持牛皮令为证 来来来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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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前三甲者 可禁剑书勒贝 通名封金鼎勇士 赏黄金百两 牛羊各五百头 二名可得黄金五十两 牛羊三百头 三等赏黄金二十两 牛羊一百头 这又是黄金又是牛羊 贝勒爷这次可真是下血本呢 这他娘都能买下 整个黑五镇了 就冲着大把赏金 我也得去凑个热闹 这一钱哪是好拿的 若是闯关不成 怕只这赏金啊 就成外命钱了 这赏金得功夫好 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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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甚至少 重 暇 湖图安格格 二月初二 为了在苏子河畔举行比武大会 好啊 知道了 不过来啦 快走 莫关大侠 贝勒爷 令大侠二月初二 去苏子河畔参加比武大会 比武 好 索伦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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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轮大侠 左轮大侠 挪尔哈赤将到二月初二 苏子河畔 举行比武大会 比武 好 该我们剑州四虎 落我脸了 远下我三七军出城 急需要扩张兵力 这次比武 你们尽刻招募天下勇士 为我所用 依图大业 我等必鼎力协助贝勒 完成鸿图大业 如今大明没落 宦官当道 矮姓名不聊生 贝勒爷应该替天行道 取大明而代之 中原武林 高手入云 其中以武当为群雄之首 卫收天下仰慕 想必 这次武当弟子 也会来参加吧 出品的 今日 我武当又蒙 大明皇帝的恩典 赐我武当饼 生贬一时开始 生贬 天地全皇 无量天尊 无相老头 今天我东方小 就是为了我师父 玄真子 来此复这三十年之约 中原武林 呛来清室 关外勇士 只怕不会来参加吧 这中原武林 乃是我三骑军攻克大明最大的障碍 要像当年大明初见之时 就是以中原武林为先锋 催城霸战 直取中军首级 若没有他们帮助 明军的胜负尤未可知啊 眼下武当屹立于中原武林之上 明军屡次与我交手 其中不乏武当弟子 尤其是一些武当门人 暗地里四处替官府打探消息 所以这个武当 贝勒也放心 我已布下天罗帝王 只要中原武林敢来参加 我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当年玄真人来武当挑战家事 金光真人 由于辈分的原因不易出手 而由我代劳 我只是侥幸胜了玄真人一招 可不曾想玄真人性格刚烈 在家事面前自问 可惜呀 可惜 可是他老人家不管怎么样 都死在你们武当山上 今日我就要在你们 众武林门人面前 让你们看看 我非英剑胜过你们武当剑 无辽天罗 无辽天罗 至乐无乐 至欲无语 试问 今日你即便胜了我武当剑 以后你又要干什么呢 先胜了你再说 看剑 东方小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和我们无相掌门比武 就算论辈分 你跟我的辈分也差了半倍 就让我和其武了 会会你 和其武 我倒听说了 你自创了一套七十二路 夺命剑法 是以快为常 我今天就想跟你比试一下 看看 看看究竟是你的夺命剑筷 还是我非英剑筷 也好 就让我的七十二路夺命剑法 跟你的非英剑法比一比 也算是圆嘛 好 来吧 你真是哪 和其武 我一直以为你们武当的剑法没弄了 那是慢腾腾的 没想到 来了一个硬胖硬 畅快 再来 这 杜芳想今天到此罢了 何其武内伤未愈 你有伤还与我硬邦硬 我敬你是条汉子 等你养好了伤 我再来武当山会你 告辞 齐武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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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边请啊 您的酒 我坐哪儿 坐快 里边请 往里走啊 好 这边 这边 给您 您慢慢喝啊 是好很好啊 来 着哪儿 老公 你因为要在这儿呢 不是 命吗 咱们 我现在都不记不夸 了 他不上弹角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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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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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当晚了 不好意思 来 慢点啊 来坐 你去歇会儿吧 好 这是什么曲儿 这可是咱们建州当下 最受丑的小曲儿 好听 来 大爷的 干一个 来 我干一个 好 我帮你啊 老婆 干什么 放动你们体 我没合作 把我绑起来 你没合作 干啥了 你们干什么呢 我没合作 保住的是 你们要干什么 我没合作 你们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你们帮我干什么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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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 放开我 来 找你 放开我 冷静 走 那你 我快点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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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带点蚩队回去 书下眼拙 不知贝勒为何如此看重武当 最看重武当的不是我农尔哈雀 而是大明皇帝 武当乃大明的家庙 金鼎是万历遍天遍地的道场 区区武当就算高人无数 毕竟肉身凡胎 敌不过大军的弓箭火炮 为了为何如此发愁 武当一派乃中原武林的领袖 其追随者无数 个个都是武林高手 将来都是我三骑军的劲敌呀 若能把武当紧紧地抓在手里 断了大明与上天的通道 关上了他的南天门 各位试想一下 这大明还会是条龙吗 非也 到了那个时候 他就如瓮中之鞭 任我们鱼肉了 对啊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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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七叔已尽啊 金鼎河 这武当就交给你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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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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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二 二 你是 看这可真是的 才走了一年多 连你师叔都不认识了 师叔 无极师叔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还傻笑什么 招呼师叔进屋 王王好 快进屋 慢点 来 师叔 您先坐 我来生火 这屋里可冷了 师叔 我爹和大师兄 他们都好吗 我这一言多 想给他们写信 但又怕我爹生气 我爹他 还生我跟京师的气吗 师叔 你倒是说话呀 挺好的 挺好的 燕子 身孕几个月了 都七个月了 放心吧 师叔 我们在这里都挺好的 我们在这里都挺好的 挺好的 这还挺好的 能有家里好吗 您是看着我长大的 您是知道我的 只要可以和京师在一起 吃炕燕菜我都不怕 燕子 别忙活了 师叔有事跟你说 过来 怎么了 师叔 是家里出事了吗 还是我爹出事了 没有 家里挺好的 你爹也挺好的 你爹也挺好的 我这次来呀 是收无相掌门 和你爹的委托 让你们回去 真的 我爹同意我们回去 你爹说过去的事 就让他过去吧 你是他亲女儿 他还能跟你记仇啊 我爹最疼的还是我 只怪我当初任性 违背了他定下的规矩 还辜负了大师兄一片心意 老下话别让江湖人耻笑 这一年多来 我爹肯定不开心 可不是咋的 当初 你和耿京师甩手那么一走 把所有的麻烦都甩给你爹了 他得多难哪 都是我不好 我让我爹丢脸 别哭了 别哭了 小心动了太极 我思考了 不 Engine 你赶紧当初 我去选择了 右边的军事 现在就行了 我们记得多了 我已经记得了 正如今 你不过去 两个人 这是雷芯 那太将截了 他要是知道您来了 肯定会很高兴 董兄 你是 郭普 郭普老弟 是你 真的是你啊 你怎么来了 这个是 给你嫂子带着吃的 实在对不起 抱歉 抱歉啊 不当是 你怎么这是打扮 莫非投到了 努尔哈治长相 来 这边说 ör u 晏子 我走了 你喝点水再走啊 不喝了 就在镇子里的 那个客栈等你们 你俩收拾一下 明日一走咱就启程 厉害 你慢点走 当年家父为了追踪一起早年的血啊 独自来到辽东 多年没有阴系 令尊是大名鼎鼎的 七星剑客郭东来 遭诱饵了 老弟 你可有寻找郭老的下落 查到一些零星的线索 但是现在 最让我担心的 不是家父 而是努尔哈赤 此话怎讲 我化名阔不脱 在记账下已经隐匿三年 我发现 努尔哈赤是一个 野心极强的人 他一旦统一了女阵 下一个目标 必定是大名无依 想不到努尔哈赤 竟有如此野心 是啊 耿兄 你是如何来到此地的 说来惨愧 我和玉燕是私掏出来的 玉燕世界 就是那个 他不是和大师兄 早就定有婚约吗 的确如此 我和玉燕自幼长大 早生请愫 怎奈师父执意把玉燕 许配给了大师兄 无奈才逃到这蛮荒之地呀 看来你们这一路上 受了不少苦啊 我想和玉燕隐姓外名 离开武林 可如今生活困对 玉燕又怀有神愿 当兄 有任何困难 尽管跟我说 我准备参加比武大会 等拿到了赏金 我就带着玉燕元祖高飞 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努尔哈只花了血本操板比武 怎么能拿银子白白送人呢 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会见机行事的 好吧 此番前去苏子河畔 渡徒遥远 这爬礼 就送给耿兄代步吧 后会有期 多谢兄弟 保重 保重 走 走 你不不不 京士 你怎么还没睡 等你啊 什么事这么高兴 有吗 没有啊 怎么没有 来 我给你送送奖啊 来 来 慢点啊 说吧 到底什么事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什么好消息 无极师叔 来了 无极师叔 他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我也不知道 我师叔都说了 我爹早就不生气了 再说了 咱们回去还给他带个外孙 他高兴都来不及呢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如今我们如此落魄 又何脸回去见师父 我 难道你不想回家吗 想 我也想 尤其是今天 见到师叔以后 我就更想我爹了 就想早点回去看看 好 都依你 但是今天太晚了 我们先早些歇息 明早再收拾几成 好吗 好 一想到明天就可以回家了 我就怕我高兴的会睡不着 睡吧 来 来 再来 你来给大家分饰这头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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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法 好斗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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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